響應新南向政策 駐菲律賓代表處與台商總會 聯合主辦座談會 透過座談會協助旅配台商 了解新南向政策帶來的契機與挑戰 也讓我們台商大家能夠積極在一起 大家一起能夠分享到 失敗的經驗 成功的經驗 大家分享著成功的信息 少走一步錯誤的路 就是我們成功的更進一步的路 駐菲代表林松煥表示 新南向政策從過去的單向投資 進化到雙向交流 過去一年無論在航空 觀光 經貿等領域上 都有豐碩的成果 無論是在航空提升方面 觀光客的人數大幅度的成長 從原來的13萬多人 成長到去年的17萬多人 接近18萬人 那雙邊的貿易 也有大幅度的成長 從原來的96億美元 成長到108億美元之多 這場座談會吸引旅費台商 台七幹部等近百人參加 透過台商彼此間的經驗分享 以及代表出舊領務 居留與警務等議題提供諮詢 希望旅費台商在打拼事業的路上 能少走一點願望路 播放後 內容 作詞 作曲